如果计算面积需要取得π 那这个π的部分 当然你不是去把那个3.1415的一堆 把它全部背起来 其实就是取用一个π的属性就好了 不过这个π的属性 没有内建在Python的预设的那个module里面 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学会一招 就是取用外部的模组 那个外部模组里面有个mass 这个mass顾名思义就是相关数学的 常用的一些相关的方法都会放在这里面 所以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题还蛮容易的 就是第一个我们如果说 第一个我先建一个module 那个module的话也许叫 就是你就cyclel这个module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就是去计算 那我先demo一下 大家直接输入执行的话 输入一个半径好了 那半径输入时就enter 它会出现就是我的面积是多少 不过这里的话呢 当然我会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就是π的值 所以预设的话 假设说我们今天输入好了 如果我先请输入一个半径 那它输入完之后 我把它转成int 转成int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我会需要有个π的这个东西 但我的那个公司应该是 我的面积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会需要一个π 所以那个π怎么来的 你可以在上方 记得以后要学会 外部的蛮多的那个套件啊 模组啊都需要用到一个关键字叫input OK这里的话你需要什么input 那我知道说呢 它有一个这个套件名称叫做mass 那我可以利用先把它input进来之后的话 然后再到这边的话呢 给它一个叫mass 我就可以取用它 那我就输入mass之后 这个时候你把它点下去 当然前提就是你的eclips没有坏掉 它会帮你把所有那个 它的属性跟方法都帮你列出来 其中它的一个属性叫π 没有 我们就可以取用到什么 圆周率 它自动会帮我显示出来 OK但是呢计算于圆的面积嘛 就是π乘上半径的平方 所以呢乘上半径的话呢 那我是a 那平方的话就乘乘2嘛 对不对 不过除了a乘乘2之外 其实呢在mass里面有个方法 它这个方法mass.pow Pow这一个 那其实如果你要算平方 很简单 先告诉他说你要算什么的平方 x就是什么的几次方 那平方就是2嘛 这样子呢 也这个写法就等同是刚刚那个a乘乘2 OK 不过其实它也没有快多少 至少你多一个方法 OK 好 那我们就算完之后的话 就把它面积 把这个变数直接输出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还是会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如果要怎么样 把它四折五路的话 输出 好 那四折我刚刚讲 你可以用round 第一个方法最简单 我直接怎么样 在前面加一个round 然后钱瓜 后面的话 逐到小数点第二位 OK 那当然这样的输出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的那个 假设是enter 小数点到第二位 可是呢 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如果我今天不用round 那其实还有其他方法 像那个在esail里面呢 如果你不是用像函数 去把它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另外用格式嘛 那在拍子里面一样有格式 那最常用到的就是说 我今天输出的话 我如果要加格式的话 第一个我就不需要转型 OK 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现在输出一定会错 他跟你讲说这个不是你要的那个 这个因为你输出的话 计算完一定是float float的输出跟自串没办法串接 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格式输出的话 记得喔 串接前面 在变数的前面 这个是资料 请你在资料前面的给一个格式 那格式特别注意喔 在拍子里面加一个格式 一定是自串 中间间隔什么 person 百分比 这规矩喔 特别注意喔 这个前面 person的前面就格式 那我的格式如果说 我今天是要什么 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记得喔 这个双引号里面的自串 一定也是一个person开头 所以他很喜欢用person 百分比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的是什么 输出的是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记得喔 点2 小数点的话呢 是float 所以缩写这f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帮我把这一个变数格式化之后 再用什么呢 再用自串输出 所以如果你把它格式化之后喔 我现在这边上面没有run的 但是如果我今天输出的话 他一样会帮我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不过跟run的最大的差异啊 不过跟run的最大的差异啊 run的是真正的四十五路 但是在这里的话啊 他并没有真正的四十五路 他只是帮你把格式 有没有 这跟以色有里面嘛 以色有里面应该知道吧 你把它用格式的话 他其实没有四十五路 只是说呢 帮你把它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格式而已 所以如果你把它输出之后喔 假设输入十 Enter 欸有没有发现 他一样呢 会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OK 不过跟run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run的是真正四十五路 但是呢 这个格式喔 只是表面上 他这比较像那以色有里面那个 有没有 设定格式化那个功能喔 可以特别注意喔 所以这边可能要熟悉一下 那以后你说哪一种比较 比较好用喔 其实 当然见仁见智啦 不过各有各自的好处跟方便 那像格式的部分喔 将来其实还蛮常多 蛮多地方会出现的 那他的好处是说 他不是只有只能格式一个变数喔 你可以放很多的变数 就是每个变数分别格式 放在字串里面 所以这一招其实还蛮好用的 只是说目前喔 请各位先熟悉一下 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要格式的话 他有一个方式喔 特别注意喔 第一个喔 你就不用转型 那请你就是在前面先加一个 欸格式的字串 中间记得用person分格喔 ok喔 第二个的话给他的是什么呢 person 点二是小数研第二位 f是float 当然顾名思义啦 如果你今天是小数研第三位 第四这个可以变动的 当然如果你要整数的话啦 这边可以加个d就可以了 他就变整数了 ok 相关的那个格式设定喔 像我们那本书里面也有提到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里面的格式设定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做完之后喔 那另外还有一个 假如说我希望变化一下 比如说呢每一次都要输入半径很麻烦 那我希望这个半径呢 用乱数帮我产生好了 欸那乱数产生假设 我今天希望呢帮我半径呢 是从零 欸不不零太小了 好假设吧 从十到二十之间好了 我希望十到二十之间 帮我乱数产生一个变数的话 欸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乱数喔 特别注意喔 怎么样产生一个乱数 这里的话你可能会需要一个 叫做in pole 因为也是外部 要贿赂一个什么呢 外部的一个一个module 那这个module呢 他顾名思义啦 他一定叫什么 randon 其实在很多那个什么呢 像java里面也有类似的名称randon 那randon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 欸叫做randon range 你给他randon range 他就会自动帮你产生乱数了 不过要怎么做啦 我想待会再来看乱数的部分 其实乱数呢还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模拟喔 就后面我有模拟那个热透彩输出啦 比如说今天希望模拟那个热透彩 假设模拟热透彩 乱数帮我产生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这个地方也需要用什么 randon range okrandon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那个计算原面积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喔 如果说我今天呢那个半径的值 我希望乱数帮我产生 而不需要输入的话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ok那先试试看 把那个原面积计算先试试 这重点就是输入那个mess 那个mess 你如果没有汇入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 就没办法取用那个pike 跟那个pike ok